结婚以后 我才发现 人前贤良舒德的婆婆 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 婆婆一边在我这暗示她儿子 在外有人 怂恿我离婚 一边在老公面前诋毁我 污蔑我城府身心击重 迟早会背叛这一家 可婆婆不知道的是 老公是个恋爱脑 我妈是个宫斗能手 而我 继承了我妈全部的记忆 她这些招数 我最擅长拆穿了 这天 我刚加班回到家 婆婆就拉着我到她的房间 欲言又止 妈 您是有什么事情想和我说吗 我看见婆婆脸上犹豫的表情 缓缓开口 婆婆又犹豫了好久 才开口 语气还带着愧疚 小夕 你最近和浩南的感情怎么样 浩南每天都回来得这么晚 你可不要生气啊 还有啊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什么 浩南不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情的 文言 我轻笑一声 挽住婆婆的胳膊 妈 你不要担心 我和浩南感情挺好的 您不用担心我们 我相信浩南 婆婆拍抬我的手 说起了她和公公的婚姻经历 公公婆婆年轻时 关系也是很好的 两人一起在外面打拼 后来 婆婆怀了陈浩南后 就在家养胎 只剩公公一个人在外面打拼 公公生意越做越大 回家次数也越来越少 直到小三闹到婆婆面前 婆婆才知道公公出轨了 婆婆受不了这个气 就提了离婚 后来没多久 公公就出车祸去世了 公公去世后后 婆婆就一个人抚养陈浩南长大 我和陈浩南结婚后 我觉得婆婆不容易 就提出和婆婆住在一起 好照顾婆婆 陈浩南很高兴 感激地对我说 老婆 你真好 和婆婆住在一起 也没有什么矛盾 婆婆很贤惠 也很会照顾人 每次都把家务收拾得好好的 做我们喜欢的菜 等我和陈浩南下班回家吃饭 听到婆婆突然问我 和陈浩南的感情状况 我有些疑惑 难道是婆婆怕我和陈浩南 也像公公婆婆那样 婚姻破裂吗 婆婆语气有些凝重 拉起我的手 妈知道你相信浩南 可是这男人 你也不能太相信了 哪个男人不偷心 女人还是要多替自己考虑考虑 不然没什么好下场的 听到婆婆的这些话 我有些感动 我真没想到 婆婆替我考虑得这么多 不仅仔细照顾我 还向着我说话 我向婆婆保证 我和陈浩南感情很好 肯定不会出问题的 不是我太相信陈浩南 只是陈浩南设恋爱脑 什么事情都听我的 连出去应处吃饭 都会和我报备 安慰婆婆后 我就站起身回房间休息了 我没注意到的是 婆婆脸上僵硬的神色 洗完澡躺在床上 我反思了一下最近的行为 确实最近因为学生期末考试的事情 忙得焦头烂额 很少联系陈浩南 而陈浩这几天在忙公司里 一个大案子 每天早出晚归 都见不到陈浩南的身影 难怪婆婆担心我们呢 我打算趁明天休息 去公司看陈浩南 给他送午饭 给他一个惊喜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来了 打算得陈浩南 做一些爱吃的菜 给他送去 看见我要去给陈浩南送饭 婆婆笑得合不拢嘴 还留在厨房帮我做午饭 做完饭后 我将午饭装起来 婆婆这时拿起手机 朝她的房间走去 我听见婆婆 在房间里低声打电话 没有多想就朝公司赶去 到达公司后 我没有跟陈浩南打电话 直接就朝她的办公室走去 刚准备进办公室门 一个身材高挑 面容娇好的女人 就从办公室走出来 她伸手拦住我 你是谁 陈总的办公室 不可以随便进 说完还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我瞥了她一眼 面色淡淡地开口 我是陈浩南的妻子 怎么 不能进去吗 她还想说什么 但公室的门打开了 陈浩南从里面走出来 陈浩南穿着白色衬衫 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脸上没有表情的时候 显得疏离冷淡 一看见我 陈浩南的眼睛就亮了起来 她大步走过来 拉住我的手 接过我手上的东西 老婆 你怎么来了 都怪我这段时间太忙了 都没去接你下班 我勾立一下唇 安慰老公 没事的 你忙你的就行 我看你这段时间太忙了 担心你没有按时吃饭 就过来看看你 说完 陈浩南就揽路我进了办公室 我没有错过 那个女人的眼中闪过的愤痕 看来还真是有位情敌呀 进了办公室 我一眼就看见办公桌上的盒饭 看得很精致 不像是陈浩南自己会订的午饭 毕竟 陈浩南每天一心扑在工作上 不会再吃什么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 我猛然想起门口遇见的那个女人 估计是她订的吧 不然 怎么会看见我拿着饭盒 会轻蔑一笑呢 见我的视线落在盒饭上 陈浩南急忙解释 老婆 这是我公司的人帮我订的 就是刚才你看见的那个女人 她是我妈好友的女儿 毕业后 我妈就让我安排在我公司里工作 也不知道她今天怎么了 忽然说要帮我订午餐 平时都没有的 看得老公着急忙慌的样子 我不禁笑出声来 急什么 我当然相信你 从陈浩南口中 我知道了 那个人叫周楚楚 是婆婆好友的女儿 想起老公说 平时周楚楚都没有给她送饭 听编是今天我来的时候 给陈浩南送饭 我又想起出门前 婆婆躲进房间打的那通电话 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我的心头浮现一个想法 婆婆该不会是故意让我撞见周楚楚 给老公送饭的场景 好让我误会老公和周楚楚的关系吧 可我转念又一想 婆婆应该也不会这样做 毕竟婆婆又贤惠 对我又像妻生女儿一样好 我松了一口气 暗自私存 自己估计是这段时间太累了 想得太多 陈浩南意外带到下午两点钟 我才回到家 走之前 陈浩南还说 今天晚上会早点下班 让我回家等他 回到家后 婆婆像是特意在客厅等着我 拉住我一脸殷勤地问我 情况怎么样 希希 你去得浩南送饭 有没有见到什么别的人啊 看见婆婆这副模样 那股不对劲的念头 又浮上心头 感觉婆婆是特意将话题 朝陈浩南和别的女人关系 不正当上瘾 像是懂得看好戏一般 我故意脸上 露出一抹娇羞的表情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妈 哪有什么别的人 我和浩南好着呢 您可千万别担心 说完 我就偷偷观察着婆婆的表情 果不其然 婆婆弄了半天 随后嘴角扬起一抹僵硬的笑容 呵 婆婆果然不对劲 发现了婆婆的心思 我也没有心情 在应和婆婆虚伪的面孔 我和婆婆打了一个招呼 便直接回房间了 晚上我坐在床上 等陈浩南回来 听到老公回来的动静 我刚起身准备去迎接她 就听到婆婆 将老公叫到她的房间里去了 我偷偷跟上去 她在门口 偷听他们母子二人说话 浩南 你每天回来的这么晚 就不怕送西药和你离婚吗 我可看送西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出门 你可千万要注意一下 说不定送西在外面有人了 陈浩南听到这话 下意识地反驳 妈 不可能的西西这么爱我 况且 西西不是那样的人 她肯定不会出轨的 您多心了 听到婆婆的话 一股怒气顿时涌上心头 我没想到平时婆婆在背后 就是这样说我的 我刚准备推门进去大骂一通 可转念一想 我现在没有证据 就是进去了 也没有办法拆穿婆婆虚伪的面容 还会被婆婆倒打一耙 我捏手捏脚地回到房间 打算看看婆婆还有什么花招 我感到一阵心寒 我原以为婆婆是真心待我的 就没想到 婆婆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在我面前装得很贤惠 背地里去挑拨我和老公的关系 没过多久 老公就回来了 一进门 他就把我拥在怀里 头埋在我的井窝处 老婆 你可千万不能离开我 我以后会对你更好的 我会多出出时间来陪你的 我轻笑一声 明白老公 估计是将婆婆的话听进去了 害怕我要和他离婚 我拍了拍他的背脊 安慰地说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爱你 我当然不会和你离婚的 要是有人挑拨我们两门人的关系 那他肯定是不怀好意 想拆散我们 我意犹所指 既然婆婆可以在背后污蔑我 那我为什么不能挑拨一下 婆婆母子二人的关系呢 毕竟婆婆不知道的是 我妈是宫斗能守 我爸年轻时的那些阴艳艳 都度不误我妈 我妈也是有本事 我爸年轻时那么不安分的一个人 现在老老实实地守着我妈在家过日子 而我作为我妈的女儿 自然继承了她所有的记忆 既然婆婆想斗 那我就陪婆婆好好玩一下 又过了几天 我发现婆婆没有什么动静 那我作为一个暖心的儿媳 当然要帮婆婆一把了 我找老公要了周楚楚的联系方式 老公说她没有 还是找公司人士要的 见老公这么守抚道 我满意地点点头 一见面 周楚楚就一脸轻蔑地看着我 你找我干什么 不会是你看我和陈总每天在一起 想拆散我们吧 我告诉你 绝对不可能 见周楚楚这副愚蠢的样子 我不由地笑出了声 真不知道周楚楚哪里来的自信 自认为能抢走陈浩南 明明陈浩南压根对她都没印象 周楚楚虽然美丽 但实在愚蠢 见我吃笑一声 周楚楚有些不明所以 却色力内忍地警告我 你赶快和浩南哥的离婚 李阿姨说了 陈太太的位置是我的 我端起面前的咖啡 朝周楚楚泼去 有些不屑地开口 你跟小三还得意起来了 我看你是三天不打 就想挨打 什么本事都没有 还想当小三破坏别人家庭 等下辈子吧 我将周楚楚的话录了下来 起身打了周楚楚一把掌 周楚楚想还手 却被我一把擒住手 我拍了拍周楚楚的脸 你别惹我 姐可是练过散打的 警告完周楚楚后 我就静止回了家 我估计周楚楚 现在已经跟婆婆通风报信了 我那好婆婆 肯定在家等着我了 走进家门 我调整了一下情绪 装作失魂落魄的样子 坐在上沙发上 婆婆走过来坐在我身边 一脸关切地问 小西 怎么了 我都给婆婆搭好了戏台子 就看婆婆能不能 好好唱一出大戏了 我委屈又无助地说 妈 怎么办 浩南最近和公司里的周楚楚 走得很近 我刚才去找周楚楚了 她说您说 希望她当成太太 妈 您是对我不满意吗 婆婆嘴角露出一抹 饥不可查的微笑 随后又一脸心疼地看着我 仿佛心疼我极了的样子 小西 妈不是对你不满意 妈可喜欢你了 但就是我们没有做婆媳的缘分啊 看了婆婆 我觉得婆婆这演技真是不错 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长时间 都没识破婆婆的真面目呢 婆婆叹了一口气 缓缓开口 小西 妈真是对不住你 浩南早就和我说 她对周楚有好感 就是不知道怎么和你说 都说儿子和父亲 是一个母字了刻出来的 这句话可真没说错 我们家浩南可真对不住你 男人一次不忠 忠声不用 说完 婆婆颤颤巍巍地找出手机里 陈浩南和朱楚楚接吻的照片 我一看那照片 就明白那是找角度接位拍的 没想到婆婆为了拆散我和老公 还费了这么大的功夫 我明白婆婆这是在暗示我 陈浩南出轨了 指望我和陈浩南闹起来 那我就这么一个婆婆 自然是要满足婆婆的要求的 我一把读过婆婆的手机 浑身发抖 带着哭腔问 妈 这是真的吗 浩南真的出轨了吗 婆婆瞥了我一眼 叹了一口气 没有出声 我拿出手机 给陈浩南打过去 陈浩南 你快回家 我要和你离婚 说完 我就挂断了电话 余光中 看见婆婆露出一抹 如是重负的笑容 不一会儿 老公就火急火燎地冲进家门 她一把握住我的手腕 质问道 宋希 你为什么要和我离婚 我是做了什么 让你不高兴的事情 我改还不行吗 陈浩南急切的声音中 透露着浓浓的不安与祈求 我有些心疼 但仍然装作一副脑木的样子 毕竟 这场戏还是要继续演完的 我甩开陈浩南的手 冷冷地说 你说我为什么要和你离婚 还不是因为你出轨了 我将手机中的照片给老公看 老公一看照片就慌了 他急忙解释 我没有 老婆这是借位拍的 我没有让周楚楚靠近我的 照片谁给你的 既然破坏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我一定要找他算账 文言我冷笑一声 我将手机扔在陈浩南的怀里 你还在狡辩 这是妈给我的 还能作假 老公站在原地挣了片刻 随后问婆婆 妈 这是你拍的吗 婆婆站在原地没有出声 脸上带着心虚的表情 我当然还要再加一把大火了 我将周楚楚的 警告我的录音 还有婆婆暗示 陈浩南出轨的录音 都放了出来 这些录音 清清楚楚地传进每个人的耳朵 陈浩南着来而立地 身子晃了一下 随后他大声质问道 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插散我和西西 婆婆愣了愣 当下摔坐在地上 一边嚎啕大哭 一边捶腿 我还不是为了你 你这也没良心的 你要不是我儿子 我才不会替你打算呢 你和宋西结婚三年 我每天起早太黑地照顾你们 不就是想早打抱孙子吗 结果你们一个二个的都忙着工作 你们知道别人是怎么笑话我的吗 婆婆越说越激动 甚至还想冲过来 揪我的头发 陈浩南挡在前面护着我 宋西你就是一个自私的女人 要不是你 我至于这么多年 都抱不到孙子吗 我这个傻儿子还一直护着你 真不知道我是倒了什么霉 才有了你这个儿媳妇 看了眼前的婆婆 我感受到陌生 其实说实话 在我嫁给陈浩南的这三年 婆婆对我无微不至 有时候我妈都自愧不如 说自己照顾我 没有婆婆照顾我细心 现在我才知道 婆婆对我怨气这么大 原来婆婆这么讨厌我呀 浩南 你快和宋西这个恶毒的女人离婚 我找人算过了 你和朱楚楚的八字很合 你和楚楚结婚的话 我一定很快就能抱上孙子了 婆婆激动地冲着陈浩南说着 我没有想到 婆婆已经封膜到这个地步了 我没有开口说话 我想看谈 陈浩南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行了 妈你别说了 陈浩南打断婆婆的话 拉起我的手 老公看着婆婆的表情中 带着失望 他缓慢开口 妈 孩子的事情 是我说现在先不要的 我想趁着年轻多打拼事业 不是西西的原因 我是不会和西西离婚的 永远都不会 你现在没想清楚 我和西西就先去外面住了 等你想清楚了再说吧 说完不顾婆婆的阻拦 拉着我回房间收拾东西 就走出了家门 浩南 我把你养到这么大容易吗 现在你不要你妈了 你要留我自己一个人吗 婆婆站在门口 撒泼打滚地哭诉哀求着 老公没有回头 也没有停下脚步 只是留下一句 妈 我不是不管您啊 等你什么时候认识到自己做错了 我们就会回来的 上车后 陈浩南拥住我 语气中带着愧疚 老婆 对不起 你受委屈了 看着陈浩南一脸委屈的表情 我心头一软 我抬头摸着他的脑袋安抚着 没事 这件事情和你无关 其实 婆婆对我什么态度不重要 只要眼前的这些男人 站在我身边就可以了 再说 眼前的这些男人 无条件地维护着我 我也没什么委屈的 只不过婆婆的这笔账 我不会这么算了 要不是我那天晚上 听到婆婆跟老公 说一些挑拨离间的话 我也不会发现 婆婆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 要是没有发现 婆婆的真面目 说不定我和陈浩南 真的要被婆婆挑拨的离婚了 所以 这个仇我自然是要报的 第二天等陈浩南去上班后 我又买了一些礼物回了家 不过不是去找婆婆 而是去找邻居王沈 一进门 我就将礼物放在茶几上 然后趴在王沈膝盖上哭 王沈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我这日子可真顾不下去了 王沈也是一个热心肠 一听我的哭诉 急忙将我扶到沙发上 做询问我 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一五一时的 将婆婆做的事情 跟王沈说了 在一些细节上 还添油加醋了一番 王沈一听婆婆干的事情 气得不行 她一拍桌子大骂倒 这些林月娥真是老糊涂了 放得这么好的媳妇不要 还窜多了儿子和儿媳妇离婚 王沈越说越气 她年轻的时候 也是被婆婆折磨得痛苦不已 爱一笑道 王沈也不敢反抗 只能任由婆婆欺负 现在她一听到婆婆欺负 就气得不行 但凡有哪一家的婆婆欺负媳妇 王沈都要去提媳妇 打抱不平一番 王沈拽着我回了家 一进门 王沈就指着婆婆的鼻子大骂 林月娥 你也配当婆婆 宋希这么好的儿媳妇 你都不珍惜 还拆散小两口 人家小两口的感情这么好 你还想窜多着儿子出轨 我看你真是脑袋进水了吧 这下 左林四舍都来凑热闹了 人群中有些人附和着 真不知道这婆婆怎么想的 人家小两口过得好好的 还要拆散人家 真坏啊 是啊是啊 这林月娥平时看得这么贤惠 没想到心肠这么黑 真是人不可猫想 听到这话 婆婆低着头 攥着衣角 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哎 我也不是要专门拆散 他们小两口的 只是宋希嫁过来 已经三年了 还没有生下一二半女 要是他们一直都不要孩子 我也没有脸去见牧师的老陈 我可真不知道 怎么和老陈交代了 我还不如去死了算了 有些大妈 看得婆婆这副可怜的模样 有些不忍心 要我觉得 林月娥也没什么错 哪家媳妇嫁进门三年 还不怀孕的 反正这要是我家的媳妇 我也受不了 是啊是啊 幸亏我家没有这样的媳妇 我没有预料到 瀑布这么快就化解了困境 我拉住瀑布的手 带着哭腔哀求瀑布 妈 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呀 不然我和浩南会亏着一辈子的 王沈走上前 拍拍瀑布的肩膀 语气温和地说道 月娥 我知道你想抱孙子 但这件事情已急不来 你也别太兴起了 我看宋希对你这么孝顺 就挺好的 瀑布哭笑一声 有些为难的开口 我也不是那种不开明的人 只是老陈生前最喜欢小孩子了 一直就希望浩南可以早点结婚生子 前两天 他还跟我托梦 说是想早点有个孙子 可是现在 哎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王沈也跟着叹了一口气 不再说话 别人都没注意到的是 瀑布眼底闪过一丝笑意 妈 您别着急了 我已经怀孕了 我淡淡地开口 瀑布的脸上的表情有些僵硬 在众人反应过来之前 脸上挂上慈祥的笑容 希希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要有孙子了 我可太高兴了 我脸颊泛红 装作不好意思地说 是真的 妈 今天早上我才查出来的 刚才忘记和您说了 瀑布激动地抱住我 真的吗 那我太高兴了 我要有孙子了 我终于可以跟老传又不交代了 其实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 感觉有些恶心 又想起月经推迟了好几天 我就买了一个 燕人棒测了一下 没想到 真的怀孕了 这个孩子 可真帮了我大忙 刚才忍得没说 我就打算看他们婆婆 还能耍些什么花招 王沈一听我怀孕了 立刻拍手懒嚷道 这可算什么事啊 不过 这可真是一件大喜事 月娥 你以后要好好照顾我媳妇 婆婆扯了扯嘴角 附和着 那是自然的 将怀孕的事情 告诉陈浩南后 她高兴极了 兴奋地向那孩子 我和她商量怀孕后 不要婆婆照顾 我怕婆婆 再使什么手段 但这话 我没有跟陈浩南说 陈浩南犹豫了一会儿 也就答应了 我原本以为 这下婆婆会消停两天 却没有想到 婆婆会直接 闹到老公的公司里去 这天我在给学生讲题时 接到了 陈浩南助理的电话 电话那头 焦急的声音传来 嫂子 你快来公司看看吧 陈总现在不在公司 陈总的妈妈 来公司里闹事了 听到婆婆去公司了 我匆忙交代了一下工作 就朝公司赶去 在路上的时候 我给陈浩南打了一个电话 让陈浩南担紧回公司 等我担到公司时 婆婆正坐在地上 撒布打滚 哎呀 我真是命苦啊 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儿子 把人家小姑娘的肚子 搞大了 还不负责 我可真是命苦 大家来评评理 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周楚楚在一边红着眼 哭得梨花带雨的 陈浩南公司里的同事 都围着婆婆 有些小姑娘还小声嘀咕着 应该不可能吧 陈总不是这样的人 可是 陈总妈妈总不过瞎说吧 这样对陈总妈妈 也没有什么好处呀 我不允许有人 这么抹黑陈浩南 她工作认真 洁身自好 不应该遭她亲妈这样抹黑 毁坏她的名声 我拨开人群 走到婆姑身旁跪下 妈 我知道您不喜欢我 对我不满意 但您也不能这样污蔑浩南啊 浩南洁身自好 大家都是知道的 您无凭无据 怎么能说浩南出轨 还让别的女人怀孕了呢 我一边说 一边擦着眼泪 周围的同事听到我的话 也纷纷附和着 是啊 陈总这么爱她老婆 怎么可能去找小三呢 我看就是那个女的极度陈总 和她妇人感情好 故意破坏他们两个人的感情的 听到周围的话 婆婆脸色有些发青 耿着脖子说 怎么没有证据 这就是证据 说完 婆婆将一张纸扔到我面前 我捡起一看 发现是一张怀孕检查单 上面写着周楚楚怀孕了 而且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那段时间正好 是周楚楚刚进公司 陈浩南每天加班的时候 婆婆冷笑一声 嘲讽道 我们陈家有后了 我找人算过了 楚楚肚子里 怀的是个男孩 到时候 这个孩子就是陈家的嫡长孙 你自己识去一点 赶紧和浩南离婚吧 这时 陈浩南斩钉截铁的声音传来 周楚楚的孩子不是我的 而且我绝对不会和宋希离婚的 婆婆一听这话就不干了 紧紧地咬着牙 眼底您的压抑得不干 楚楚的孩子怎么可能不是你的 陈浩南一脸失望地钉得婆婆 将柜坐在地上我扶起来 妈 我以前做了节眨手术 一个月前才做疏通 所以周楚楚是不可能怀上我的孩子的 见婆婆还是一脸不相信的样子 我将手机里周楚楚和别的男人去酒店的照片找出来给婆婆看 早在我约周楚楚见面之后 我就找人调查了周楚楚 周楚楚才没有像表面那样单纯 他为了要钱 早就跟那几个大老板当小三 其中有几个老板 估计比他爸爸的岁数都大 好不容易遇见一个年轻有为 高大英俊的陈浩南 他肯定要不顾一切地抓住陈浩南吗 至于怀孕 那应该是真的怀孕了 不过肯定不是陈浩南的 要是问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估计周楚楚自己都不清楚 看到照片 婆婆冲过去揪住周楚楚 大声质问 你肚子里怀的到底是谁的孩子 周楚楚一脸委屈 眼睛含得泪盯着婆婆 阿姨 你听我解释 这是婆婆哪里还能听得进去 周楚楚的解释 直接伤了他两巴掌 推响间 周楚楚被推到地上 因为没有收住手 婆婆也跟着倒在地上 周楚楚的腿间流着红色的血 而婆婆也捂着头 浑身抽搐着 我急忙掏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 加二人送到医院检查后 医生说 婆婆是因为气急攻心导致中风 估计以后就要躺在床上 不能自理了 而周楚楚的孩子也没保住 他那些相好的 也不再管他 陈浩南站在婆婆的病房门口沉默着 我知道他很难受 毕竟他妈妈养他到这么大也不容易 况且他还那么孝顺他妈妈 我从背后抱住他 摸了摸他的脑袋 老公 别太伤心了 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发达 说不定过两年妈的病就治好了 因为在家没人照顾婆婆 我和陈浩南打算将婆婆送进疗养院 那里有专门的人可以照顾婆婆 婆婆也能得到更好的治疗 将这些事情都处理好以后 我才抽出时间 闷陈浩南怎么会去结杂 陈浩南耳根泛红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你不是说暂时不要孩子吗 我就去做了 后来你看亲子综艺的时候 说喜欢小孩子 我就以为你想要孩子了 在暗示我要孩子 所以我就去做书通了 听到我老公的解释 我觉得有些好笑 又觉得很感动 我也不知道上辈子是做什么好事 这辈子有这么一个好老公 孕妻陈浩南对我无微不至 要是我半夜想吃什么东西 她话不说就起床去给我做 怀孕时孕吐 我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陈浩南就会耐心地哄我 一口一口地喂我吃 连我妈都说 浩南对你可真不错 我也自认没爱你 却做不到像她那样 对你那么耐心 生产时听我妈说 陈浩南急得团团转 差点就要冲进去陪我 我生了一个女儿 陈浩南说长得像我 喜欢得不得了 等女儿稍微大一点以后 陈浩南带着我和女儿 一起去看了婆婆 我和西西来看你了 还有您的孙女 婆婆情况好一点了 勉强可以说话了 看女儿对她笑以后 婆婆冷笑一声 磕磕巴巴地说 这她不是 不是我的孙女 老公又将女儿 促进到婆婆身边 耐心地说 妈 这就是你的孙女 小木西是我的女儿 肯定就是您的孙女 婆婆一把将老公推开 粗暴的动作吓到了女儿 木西张的嘴哭了起来 一听到女儿哭了 我心疼得不得了 立刻将女儿抱在怀里哄着 老公有些不解地问 妈 您不是想要孙子吗 现在有了小木西 您怎么还不开心 婆婆指着老公大骂 你个蠢货 我喜欢孙子 不是孙女 孙子 孙子 你听懂了吗 况且 只要是和宋西有关的 我都不喜欢 听到这话 我才问出 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疑惑 您就这么讨厌我吗 讨厌我到了 连自己的亲孙女都不喜欢 婆婆突然暴露起来 她一把将床边茶几上的东西 扫漏在地上 颤颤巍巍地指着我说 我难道不该讨厌你吗 都是你毁了我 宋西我恨你 恨你抢走了我的一切 老公失望地看着婆婆 痛苦不堪地道 妈 您怎么会这样想 是您自己毁了自己 不是西西 要不是您要娶宋西 我会对成这样吗 娶了宋西之后 你的眼里还有我这妈吗 以前你是多么听我的话呀 自从娶了宋西 这一切全都变了 听到婆婆的话 我忽然想起来 刚开始 婆婆是不喜欢我的 后来 陈浩南硬是要娶我 还威胁婆婆 要是不能娶我就不回家了 婆婆无法 只能同意我和陈浩南结婚 婆婆顿了顿 接着哭诉着 浩南 你真是没有心 我一个人养你到这么大 吃了多少苦啊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发高烧 我冒着大雨 将你背到医院的是吗 你现在要为了送西 这个恶女人 抛弃我吗 浩南 你真的要抛弃我吗 老公沉默了很久 没有说话 我直直地盯着婆婆 语气淡淡地道 原来您是因为浩南 对我太好了 才不喜欢我的呀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浩南他不是一个傀儡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应该有自己的思想 婆婆疯狂地笑了起来 笑声像鬼哭狼嚎一样 让人胆战心惊 什么应该有自己的思想 浩南是我的儿子 就应该听我的 看得婆婆瘋魔的模样 我叹了一口气 婆婆真是没救了 陈浩南脸上的神情 由痛苦变成平静 妈 我以后就不来看您了 你以后就待在这里 好好养毛吧 说完 老公就拉着我出了病房 婆婆疯狂绝望的声音 在身后响起 浩南 你真的不要妈妈吗 老公脚步没停 静止地大步走出病房 回到家后 老公在沙发上弄坐了很久 没有说一句话 我知道他现在很痛苦 只是挖了一杯水 放在他面前 过了一段时间 老公接到了疗养院的电话 工作人员说 婆婆现在已经疯了 每天都抱着一个枕头哄着 还说那是他听话的儿子 要是有人要抢夺 那个枕头 婆婆就会发疯似地 打骂别人 老公只是叮嘱疗养院说 好好照顾婆婆就行 也没有打算去看婆婆 我们一家三口 就这么幸福快乐地生活着 后来 我们接到医院的电话 说是婆婆趁疗养院 工作人员不注意 偷偷跑出去 炒红灯被路上 及时地车撞了 人已经没了 我和老公 被婆婆办了丧事 让婆婆安稳地下葬 老公颓废了几天 也慢慢接受了 婆婆离世的消息 而我也不再为 婆婆的事情烦心 毕竟人没了 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所以说 恶人罪有天收